南北朝时 魏孝文帝任命元智为洛阳令 元智才高气傲 看不起没啥学问的大官 一次元智上街巡查 正好遇到大官僚李彪 你这小芝麻官 还不快给大爷让开 哼 这可是我管的地盘 该你让路 两人谁都不肯让路 最后直接去找皇帝评理 你们干脆分两条路 各走各的吧 成语分道扬镳 就来自这个故事 这则成语比喻志趣目的不同 各走各的路 看来我们不同路 那就分道扬镳吧 别忘记 150元 又能扬镳 laut 这里 似忍